捷運站 捷運站一直是熱門的房市題材 那我們先前討論過全台十大熱門站點 今天要帶你來看到台中唯一上榜的 文興從德站 文興從德站去年前十月交易量 共219件 平均單價來到29.7萬元 幾乎到達三次頭 是排行榜中全台漲幅最高的捷運站 它座落在11、14旗重劃區 與北投舊市區之間 生活機能成熟 又有14旗重劃區的洲際棒球場 汉神洲際購物中心 台中巨蛋等重大建設加持 連帶拉台周邊行情 在地房仲表示 區域建設一直都是房市發展最大動能 而台中14旗重劃區很受矚目 量能強大 像是已經有的洲際棒球場 汉神洲計百貨 台中巨蛋 太子製地廣場等 中部有許多知名建商都積極卡位14旗 買房呢竟然遇到與屋主一言不合 揚言說要拆電梯 拿網友分享的經歷引起討論 有民眾在網路上透露 最近看透天住宅 屋主開價3500萬 他出價3000萬 疑似屋主不滿意價格 竟然說要把電梯拆掉 讓他非常不解 網友看到貼文也笑了 說道 那你出1000萬看看 他會不會把你房子敲掉 拆對你是好事 300萬可以再裝更讚 這麼好的屋主 拆還要錢也 拆啊 電梯不用500萬 賺到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郭忌子表示 單就電梯成本一般來說 20、30萬就可以做 耗資到50萬已經非常好 這一定是屋主的企劃 如果真的成交 買家就賺到了 因為花幾十萬就可以重新裝回去 所以說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可以了解最新的房市狀況 關掉之前不要忘記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週見 賺碎 Chip 2 2 運 cover